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类资女王似乎很小 刚刚昨天播完大结局 似乎将TVN的记录再推前了 推前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破了之前的记录 它是破了什么记录呢 它是破了爱的必降的记录 是破了请回答1988的记录 就是1988再之前 爱的必降早两三年 那个演员被认为很难破记录 结果这个类资女王就搞定了它 我没有看的 我会看的 为什么呢 大家应该知道 我讲过很多次 我是金字换的粉丝 不是现在 从来都是 我认为在这一刻 当下 这一刻 最当打 中港台韩日的第一线最美的女星 应该就是金字换 不是其中之一 是唯一 纯粹讲她的样子很美 当然做戏很好 我未看 但是我综合很多资料 包括韩国网友和家人都讲的 这部戏都非常 虽然它有全韩国最出名的两三个编剧去編 但都非常狗血 因为有针铲 失忆 绝症那些 但是这次是一个很好的示范 示范什么呢 就是 喂 连韩国人都在那里骂 不是一边骂一边看 所以说 就算有剧本有时候 哇 怎么搞错 但是 在很好的制作 很好的演技 很好的明星下 原来他都可以有这样的收拾 但是你说这个是不是方程式 当然又不会是 你就又试一下 下次很大的制作 拍到垃圾出来 历史上不知道多少 又不行 所以这些是很讲运的 我没有看那些牌子做什么呢 其实我刚刚开始看了一些落韩剧 但是看了一集而已 也因而引起我讲今天的话题 就是讲一些少年犯的问题 我讲的少年犯 少年犯一般来讲 世界各地 我们就读新闻都会 很多时候都有一些少年犯罪 但是因为他未到那个 应该要去到 guilty 或者甚至乎要刑事责任 所以就逍遥法案 但是于是否讨论是否应该要这样呢 但是往往其实立不了这些法案的 因为很多时候就是那一阵时间之后 因为那时候你当然了 你杀了个三岁的人 那时候就二分田婴 但是过了一轮 那件事慢慢过了 记不记得你就是台湾的少登泡 社会在一个 平静一点的讨论的时候 往往讨论不出到一个什么结果的 譬如我们说 我们讨论死刑的存费 不应该在小登坡刚刚被流伤 因为那时候那些人不够理性 讨论少年犯其实这个问题都有 但是 我对他们的法案 我觉得有些 有些是真的 我们不是法律专家 应该可以讨论一下 你如果说 譬如 小孩子 他不懂事 父母应该那些小孩子 他不懂 要教 他做了一些事情 即使是回不了头也好 其实每一阵子都回不了头 你偷一粒东西 你偷了就偷了 即使偷一粒东西也好 OK 我们应该给他一个机会 那这一个原则 我觉得是合适的 没想到打死他 但是真的要看见案的性质 譬如 够绝了 我讲到一段时间 我突然想到 保马山奸杀案 够绝了 奸杀 将一个 男学生有个女学生强奸 男学生打死 女学生又打死了 是 直接是 真是 屌你都没有天理不容 当其中有一个 我现在不记得有什么名字 是早十年八年放了出来的 即是吃假式的 尹三龙 是不是尹三龙 我不记得 不知道是什么名字 其中一个 年轻一点也好 我觉得 我都是能够明白那个法例 因为为什么呢 当时他虽然十几岁 但是你在整班人里面那种 即是那种躁动 那些少年那种躁动 你是明白的 所以我现在不知是尹三龙 那个人出回来 暂时我们看到有什么 就是其他事件出现 但是有些 譬如很简单的 掃缓那宗案 那个就不是少年犯 那个他当然要受他的惩罚 但是原来他 还可以知道 错完几年出来就假式 这些我就不是特别讨论 但是我想说 那些少年犯是什么呢 就是 好像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不记不记得 其实全世界都有 香港 我不敢这样说 大陆都有 最出名的 譬如英国 九几年有一单 有兩個年輕人都是十歲八歲 我記得 捉了兩三歲的去虐待 然後放在火車上 我們講過這件案件也很出名 放在火車上滾溝死他 其實他是去虐待死了的年輕人 然後製造假象 不過因為他都是十歲八歲 你有沒有印象這件事 很出名的 那你說這些案 是不是因為他很小時候就可以放 因為你覺得他雖然是十歲八歲 但是十歲八歲 我覺得已經對人生有基本認知 是同理心 這樣 去到這樣 是不是錯三兩年就出來 這樣 這些真是很值得討論的 日本亦都試過 很多這些事情 在大陸 做了一段時間 有兩三十歲 就是欺凌慣那一陣子 那一陣子 先埋埋他 現在懷疑甚至他有父母幫忙 那 那個年齡 你不是小到 譬如你只有三歲 譬如 我當是這樣 譬如你在美國最多的案子 抓著把槍 露道把槍 打人五打死了 我妹妹說阿哥 不是那件事 因為你去得七八歲 甚至乎六七歲 我認為 其實你已經有某一程度的意識了 中何況外大 通常那些少年犯 他真的有十歲八歲 因為六七歲 你的力量太小 有十歲八歲 是不是不需要負責任呢 因為這些人你很明顯 我覺得他已經是 反社會人格 變態 毫無同理心 那些人來的 是吧 但是在日本 我們講這一宗 這個是日本最年輕的殺人犯 這個殺人犯 也是只有這個國家才會出現 他殺完人 受完 教 我說受教 因為是少年犯 出來甚至乎 有網友去追捧他 甚至有人去cross play 扮他 於是社會有很多聲音 搞 在死者的傷口 在家人的傷口上 灑鹽 好了 我們先看看這件事 這件事就是 左細寶小學殺人事件 如果喜歡看一些奇案的朋友 都應該有聽過 為什麽今天 躲回出來講 哇 二十年了 2004年6月 那現在都五月了 即是二十年了 那這宗 左細寶小學生殺人事件 哇 你經常看見小學生 你都知道什麽事 好了 長期願 一個小六的女學生 11歲 他用戒刀 將他的好朋友殺死 安法其實是11歲 是日本最年輕的殺人犯 當然 這件案很均動 而這件案 導火線 我不用導火線 其實最後一間導火 其實只不過是他的子女 真的有閨密 講一句話任氣 這一個女學生 在這個長期願 左細寶市立大九寶小學的小六生 叫做十塞澤 OK 就是廳洗邊 就有個十字 不得讀個十字 我不知道是否 我講一下十字 十塞澤 另外一個朋友 叫御守洗寧美 叫御守洗 因為家族就是做 製啟公司 他們兩個是最好的姊妹 因為他們大家喜歡畫畫 所以他們就成為好朋友 那時候他們會加 因為那時候很興奮 當時的電子揭示板 我不知道是甚麼來的 他們會交換日記 但是有一次 御守洗寧美 就背著十塞澤 玩的時候 背著他 說 哇 你很重 你想想 兩個這麼好的朋友 背著他 你這麼重 你很重 十塞澤 因此就好了 鬧了 怒火了 你說我肥 其實是很極端的 之後 御守洗寧美 因為御守洗寧美 後來遇害 這些全都是信御習講的 就是說 在那些揭示板 我想 我現在看回他這樣形容 類似的forum 就是電子 forum 廣場 就說 他說話很綠茶 綠茶表 他沒有說綠茶表 就是說說話很綠茶 這就沒有特別解釋 就是說 可能說話很老套 很歐 之類的意思 Lawrence 不知道有沒有聽到 但是你懂日文 你不知道這些 就是日益中 很綠茶 OK 於是乎 十葉宅 就用 早前去交換的密碼 什麼密碼呢 就是登入那個 forum的密碼 就登入了 徐手洗 那個戶口 就把徐手洗的留言刪除 之後徐手洗發覺 咦 你為什麼要刪除 於是乎 他又再說 我有個同學 就是這樣 十葉宅 十蔡宅 就直接 再進去 直接把他的帳戶 即是不給他用戶口 其實這些 小朋友兩姊妹 吵架 很普通 好了 同一時間 兩個人 和其他幾個朋友之間 的交換日記 又出現了問題 交換日記又出現了問題 十葉宅 就在日記裡面發怒 說那些朋友 全部抄襲他 用來交換日記作結尾表示不滿 大約是甚麼呢 譬如 那些小朋友那些小事 結尾裡面寫著 每一句說話都寫著 lix 嘟嘟 我這樣解釋 你們不明白 然後烏龜 那這個人壓 我們小學我們都試過 那 那些人見你講到烏龜 人家寫日記 臨尾結尾寫過烏龜 那你有沒有很生氣 生氣人家 那這個十葉宅 十菜宅似乎是好自我 其人 就說那些朋友 爲什麽我 日記使用烏龜作結尾 你們又使烏龜作結尾 那些朋友說 這樣嗎 對不起 那些朋友 那些朋友 《十菜宅似乎》 於是 十菜宅就覺得 你有沒有吸氣 你簡直不給他面子 就徹底反目 自此之後 十菜宅就總是霸凌這個御守仔 OK 那其實都是很十趣的事 本來是最關鍵的 那些寶 即是你才肯定有些寶 後面傳上去交功課的時候 御守施坐在前面 就這樣拿一些東西傳到上面 看都沒有看他 他覺得御守施態度非常囂張 於是叫他 喂 你就去市修室 市修室找我 當御守施去市修室的時候 實業食菜宅 拉在窗簾 然後要坐一張椅子上面 我說不知為何御守施那麼聽 接著他用手按著遮住牙 然後他就拿一張戒刀出來 就刺了頸 刺了四五下 然後刺了左手 刺了一下之後御守施就嘗試起來反抗 但是這個十一歲的實菜宅 就連坎去掃刀 那你小女兒 將他制放 御守施倒地之後 實菜宅 當然沒有離開 再用去繞他借他的脖頸 然後就檢查御守施的臉 看看他 確認他 不動了 死了 先用手筋抹乾淨的血跡 十五分鐘之後就回到自己的教室 好了 當時老師發覺 爲什麽他們兩個人不在 而他走出去看 在走廊找到一把戒刀 和滿身鮮血的實菜宅 老師開始以為是實菜宅 受傷 就拿到那把戒刀 檢查傷口 但是實菜宅就冷靜地跟老師說 不是我的血來的 老師說 那什麽事 自己看吧 很冷靜地指著自修室 老師趕到現場的時候 就發覺在血泊之中的御守施 自修室的牆上也充滿了血跡 當時的御守施仍然有呼吸的 但是因爲頸的傷口太長 而且深10cm 頸的傷口深10cm 10cm成那麽深的 即戒到那麽深 即4吋3、4吋 好了 左手麥博那裏也深到見骨 所以基本上老師一發現 御守施不久之後 御守施其實已經大陸失血就離世了 事發後 實菜宅就被警方逮捕 調查裏面發現案發前一看電視劇 那裏不知什麽日文字 偵探危機一發 當中含有用戒刀殺人的情節 實菜宅就說 是啊 我亦都有參考這一幕 來進行生涯計劃的 除此之外 警方也都發現 他原來很沉迷一些 兇殘的小說和英詞作品 其中他還寫那一篇小說 就是劇情製 班裏面的學生互相殘殺 最後只有一個女生生存 而這個小說的中學生的名字 就是 實菜宅現實生活裏面的中學生同學 名字很遲 當然他就是唯一生存那個 實菜宅也都不為言 因為他知道他11歲 不需要承擔這個承行法律的責任 而這個御守醫 假裝如此囂張 便搞搞狂 他毫無悔意 好了,2004年9月立即是事發後的三個月,十彩閘被搬入少年, 匿木園國立不知什麽村學院接受精神科醫生和臨床心理學家的輔導, 到了2008年的春天,即是三年領,他就畢業了, 不需要受什麽,好了,正式回歸社會,回歸社會之後,十彩閘, 他還去上網,出post,因為相貌可愛,而有部份網民追捧, 他稱他為史上最可愛的殺人犯,甚至這樣也有痴線, 就製作同仁作品和cosplay去模仿十彩閘, 我就不說模仿,是模仿十彩閘, 只製作衣服,很多血,拿著刀,那些cosplay和那些棄架, 因為反案實際上是日本最年輕的殺人犯, 追捧者的行動被網民批評為美化殺人和青年犯罪, 亦會對受害家人造成疑似傷害,實在不能接受, 據報十彩閘的父母曾經向御守勢的家人道歉, 御守勢的家屬已經曾經發表文章說, 如果要道歉,隨時歡迎你來, 喂,他真是他家人呢,空話很大, 我這樣說,如果十彩閘真的去道歉, 其實他家人都會很受阻的, 真是容易放下這件事, 但是他家人說, 他登過這篇文章,如果要道歉, 隨時歡迎你來, 但是從來未得過十彩責本人的任何回應, 讚好, 他家人當然是知仇, 那你想一下, 好像一個十一歲, 他甚至乎學模仿, 暗黑的小說, 但是他覺得我十一歲, 我不需要他負這些刑事責任, 於是他就陣十一歲的囚囚, 我自己的姊妹, 那你說這些少年犯是不是可以, 我們繼續用一本通書呢, 還是說我們寧願付出一些代價, 好像言論詞一樣, 保護大多數少年人, 而令到有些人, 甚至乎用自己的年齡, 去娛樂法律, 娛樂社會, 去藐視別人的性命, 我覺得有一些類型的案, 是應該要取回回應的, 不是說你高買, 甚至乎你打擾誤殺那些, 都不同這些性質的, 這些是最惡劣的, 好喔, 我們先看看這個, 十彩澤, 這個十彩澤, 小時候十一歲, 有多有趣, 這麼陰森, 你不要用我們知道他的什麼, 你這樣看, 其實都覺得他有點陰森, 是呀, 以小女兒來說, 我覺得都眼神, 是嗎? 你小女兒, 即是你小女兒, 十一歲, 她都不是, 即不是說很陽光, 那些, 很奇怪, 當然不是因為這個樣子, 令到他不是史上最害的, 就出來了, 這樣又不同, 好似現在都沒有什麼心心, 有這樣說, 各位, 現在你一定會打擾, 這條女兒不用說了, 問題是, 這個殺過人的, 這樣殺人的, 可以打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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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打擾他, 可以打擾他, 他夠膽殺你, 你未必夠膽殺他, 是嗎? 各位網友, 如果有條女兒, 你只是曾經殺過人的, 神經病, 是吧? 她現在, 愛上你, 她愛上你, 你打擾不打擾, 打擾不打擾, 打擾就一, 打擾就二, 嘩, 我真的要抬底了, 我也要抬底了, 真的要抬底了, 大哥, 我搞了一下, 你把東西插在戒刀上, 一刀插在你心, 喂, 你又不會, 你又不會殺到他, 三百眼, 還有, 這些是魔鬼, 是啊, 大家吃不吃, 我們要看你們吃不吃, 我就不吃了, 吃不吃, 但我不會吃, 吃就一, 不吃就二, 你連這個話題都問一吃, 不是啊, 不是啊, 我看他自己, 可以喝了, 我就覺得, 不行了, 嘩, 嘩, 阿楓呢, 嘩, 嘩, 你抬個殺手味, 那也是, 你用這個, 你抬個殺手味, 這個道, 那我也覺得, 神經病, 喂, 大耳也好多, 我真的, 我都不抬, 我真的, 嘩, 我搞搞一下, 嘩, 你能否去, 對勾我, 那個本人, 不是啊, 他在枕頭底, 嘩擺一擺東西, 殺人犯, 這個味, 那就是啊, 你用這個, 我便覺得, 是啊, 這個殺人犯, 喂, 是不是異多一點點, 還是差不多, 嘩, 這個真是很好, 什麼, 真是很好, 爭議性, 魔鬼更加肉條, anyway, 叫你, 叫你, 我真是佩服到, 五下頭地, 殺人犯, 厲害, 表你了, 我便告訴你, 我的網友, OK, 我們馬上再見, 拜拜,